我是台灣南部美農的客家人 那是一個非常傳統的保守的客家地區 所以我從小其實就是在佛教 還有台灣傳統的民間宗教的環境之下長大的 起初我受洗的時候 是家裡面的人是不知道 所以我回到鄉下的時候 家裡面的人發現我是去教會 我的伯父啊 我那些親戚朋友開始就反對了 常常就會跟我媽媽我爸爸講 說你的孩子怎麼去信基督教了 有一天我媽媽受不了那些人的話 他就給我講一句話 叫你再去教會你就不是我的孩子了 基督教是不敗祖先的 不去敗祖先是最大的問題 他認為這是一個背教 違反祖先然後是個違反傳統 然後是非常不孝的一件事 那種衝突我經驗好多年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每年我跟我大弟弟都是去參加掃墓 那有關雞組的問題因為我採取比較開放的這種態度了 所以雖然我沒有拿香 但是我已經拿花去 所以他們也感覺到說 基督教雖然不是用什麼雞啊鴨啊 來來擊敗祖先 但他還是有紀念啊 他也很虔誠啊 也很懷念 你